教内长老土匹产生摄粒花领骨的问题 两者有 这个就是大家给个信心 我们也不必去说那个是怎么样子 但一般来讲摄粒子是坚固子 是一粒一粒的 它还能够再长 这叫摄粒子 这标准我们所理解的 经上说也是这样 那烧出来有骨头的形状什么的 那个有 有很多古德也会这么讲 或者他的弟子们为了让追随者能够有信心 才会说你看那个像观音菩萨的样子 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让人家有信心这样就好了 但是经上面说的是摄粒子 是坚固子 有说的是这样 有说的是这样 不太一样 两者不太一样 那再来就是说现在如果 在标准的那种国家的那个焚化炉的话 基本上连 他们是说了 他说连摄粒子几乎都捡不到了 因为温度太高 高到它没有机会来的溶解 就凝固 所以呢 就不容易 但是我母亲烧的话是还有 那有的话 到底是那个温度不够高 还是那个东西机器还没改变 我就不太知道 听说是后来用油都是用喷的 那烧起来都一两千度这样子 然后所以说都散掉了 那对检谷人来讲说 他的经验是说 几乎就很难再看到 那所以说还保留几间 道场他有那种木头烧的 或者是一般的油 在没有压力之下 加上一点油 加上木头 然后去烧 因为木头烧会要很高的技术 要计算 计算这个棺木 还有这个人的身材 用多少的木头 那个要很专业 很专业 要很有经验 是这样 所以说怎么办呢 那这今后是不是就没有色粒 没有色粒花 没有色粒子 色粒花又不一样 色粒花其实是那个脆脆的那个骨头 它没有成为一粒 子就是那坚固子 花呢就是它比较松散 那种感觉 我母亲那个 有时候他们也是说色粒花 用一压它就碎掉 碎掉就碎掉 碎掉就一起做海贡 就这样 那就还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量子力学量子纠缠 近年书成了佛教论述的显学 坊间法界缘起与量子力学 什么诵经与量子力学这类书 那开始 因为量子力学到现在为止 真正做量子力学研究运用的人来讲 本身他自己也说 全世界都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 在什么先进的技术学者他都说 他说他们其实不太懂 他只知道现象这样 可运用 量子计算的电脑已经是 已经在地球上运行了 只是都还没有很小 它还是很大 这样而已 所以台大主要在做这个研究的几位 台大有 陈大好像最近不好成立了没有 各个大学 主要大学 多少少会接触到这个 尤其传统的大学都会 这是很理论的东西 那么目前的理论只能够说 知道这个现象 还没办法解释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想象空间 很多想象空间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那也因为这样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确实是跟佛教里头的 运用的很像 主要特性就是 他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 那本来感应就不受时间空间影响 世尊可以 什么叫不受空间 比如说他方此地 他来的时候不需要坐飞机 他直接就可以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此时过去未来 世尊可以在三季 时间的三季当中来往 观过去久远节如手中安摩罗果 经上不是这样讲吗 这些都是穿越时间跟空间 这种特性恰恰就是量子纠缠 所形成的现象 那真的是很令人惊讶 那惊讶完了之后 人类急得要运用它 所以到目前为止 是解释不了什么理由 因为超越性的玄学思考 不是科学家敢碰 碰得会被人家 就像李时辰现在被人家说 他是科学什么怪人 还是科学什么 什么什么样 人家就像说 其实他是美国的 电子学会的什么奖的得人 每年才一位还两位 所以他是等同电子奖 等同诺贝尔那个意思 是世界上最高阶的 电子学奖的得奖者 所以他不是没有背景的 他能够做台大校长 他不是浪得虚名 不是混来的 他说他做这个研究 一样不讨好 那有一些 像对岸有一些人不认识他的 还骂他 我还看过了 还骂他 说这个是不科学的什么 他屈然敢说 李时辰不科学 所以说这种就井底之蛙 就不必说什么 所以说你看这样都会被骂 所以说一般科学家不敢透露到 佛学或者一般会被定义为叫玄学解释 所以就让了什么 就让你今天讲的就是一些什么 网路写手 或者是一些 反正就趁佛吃饭的 作家也不少 他也学了点佛 比如说你们这些年轻人 今天听一听这 以后出去外面过日子了 然后也没出家 也不一定做什么 然后可能在学校里教书 然后又有点文笔 你可能就写出这类东西 就这样子 很多都是这样子 很多都是这样 那有一两位作者 我还看到 那以前的灾界学会的学弟 是这样 拿着来混 过日子 那不过 当然基本上没有毁谤 那就好吧 那个酸甜苦辣各有所好 那至于他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替他的文章做背书 因为我不需要这样做 但是我只告诉你说 那本来就是真理的一部分 其实量子纠缠已经是很 要再来谈都已经是另外一个 就是其实是很stable的 很一般的 我要谈的话 我要谈多元旋论 已经不再是谈量子 量子纠缠是大概在我近 三五年前一路讲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始在谈这个东西 其实应该再进一步讲 多元空间旋论 因为旋论这种 旋论的已经被数学家 证明为可计算 而且存在 那大概是十加一 一般在方程式的计算当中是 十加一 就跟司法界很有关系了 十加一 而且是在你现前的空间当中 就有的旋论 而这旋论有更特别的用意 它具有量子力学纠缠的 这个存在的价值跟它的功能都在 它事实上是进一步的 想要试着解释量子纠缠的 一些现象跟内在的理由 那它居然是数学家 我们早年是在香港出生 后来在台湾养成一段时间 所以它算是台湾籍 它也曾经在清大教过书 现在在美国 国外 有时候也在台大做客座教授 我听过他的演讲 那我们很早就知道 那在1980几年 还是1990几年 很新很新的理论 旋论 所以现在你看 还没有人去谈这个 我看 我再多讲几次 大概就有人就搞那个了 要来谈这个东西 可能会有 那这个事 有没有什么跟佛法有关 我说一定有的 一定有 是怎么样 我常讲 我说科学对的 它能够来做佛法的诠释的注脚 科学不对的 它最终就会被佛法 或者是后来新的科学所淘汰 或者是说 它不算不对 但是运用的范围限缩 比如说牛顿力学 牛顿力学不能叫不对 它在目前的火箭 飞上月球的时候 还不是用量子力学 它的计算法还是用牛顿力学 因为它速度没那么快 空间没那么大 时间没那么长 所以它牛顿力学就完全够用 完全够用 是这样 所以那有时候是一种描述的模型 数理模型 什么理论什么理论 都是一种数理模型 那佛教没有数理模型 佛教直接看到词相 所以要告诉你 时间无有自信 那科学界已经承认 渐渐承认一件事情了 真的空间不是真实的存在 时间也不是 时间不是空间不是 这是爱因斯坦早就知道了 他在1930年的时候 他自己的脑子里就做实验 他就觉得那是这样 只是没把他讲得这么 伟言耸听 一般来讲 大家都是有时间观念的 怎么时间没有呢 空间观念怎么没有 他没有讲那么样 但是极端的讲其实就是这样子 没有空间的观念 他只有众立场的限缩 他在众立场中转变这样而已 那不是意义上面的空间 那种真实的存在